宗欣今天发的消息 大熊猫乐乐将和青仔青宝和卷了 也就是说乐乐将在独江宴这边外展了 而且还是跟青仔和青宝同一个院子吗 宗欣发文的意思大概是 给这些未成年的大熊猫进行和卷 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发育 对于他们的身体和心情都是有好处的 和卷之后呢也会对他们加强管理 如果出现影响大熊猫身体健康的情况 也会及时的干预和调整 我个人也是非常赞成和支持 只要是他们不打架的前提下 在一起生活的 这样其实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有同伴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大熊猫的心情也会更好吧 而且在一起也可以相互练习 相当于是锻炼身体了 青仔青宝两兄妹 是蔓越梅和家梅的宝宝 所以也是比鱼可鱼爱大一岁的 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 两兄妹的区分呢 就是大耳朵的是哥哥 小耳朵的是妹妹 青仔又叫美莲达 青宝又叫美心 兄妹俩是去年的2月7号 从卧龙到图巷宴的 今年的2月4号才跟妈妈分开 现在两兄妹是在一起的 乐乐是8月14号的生日 这两兄妹是9月12号的生日 所以乐乐是他们当中的老大 乐乐是1月16号从新加坡回来的 在广安华音山隔离了一个月 那么就是2月16号左右就应该回到中心了 看她在华音山的时候就适应得挺好 现在要有两个小伙伴一起生活了 希望三小只好好相处 两位本地的小熊 跟这位海龟哥哥多交流 多交朋友 多叫一点她的家乡话 让她快一点的入乡随俗 我说我会想到他群epsut 我会想到你 你换什么 我会想到你